你好美丽 这是你养的小帐蚝放牛的吗 这牛不是你家的吗 我还以为这是你养的小帐蚝 过来 你这衣服是帐主衣服吗 对 怎么跟我看到他们穿的样式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拉萨服用的 拉萨的款式吗 对 就是稍微变装一些 不会方便 觉得它轻巧一样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 谢谢 那你穿这个更漂亮 可以给你认识一下吗 我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过来玩的 就是拍一下视频记录一下嘛 有啊 对 可以啊 你就是帐主吗 我是帐主 那你就是本地的咯 我不是本地的 我是云南那边的 那你也是过来玩的吗 不是 我是过来工作的 工作 就是直接开了个咖啡厅那样的 你在这边开咖啡厅 对 是 哦 那挺好的啊 那什么时候我去你咖啡厅坐一下吧 可以啊 欢迎 你们帐主的女孩子都这么漂亮吗 没有 哈哈哈 妹妹 你会跳舞吗 会吧 会点 会点 就是听说你们这边帐主女孩子跳舞都很好看的 我妈妈跳舞好 我妈妈唱歌跳舞都好看 你看这里风景这么好 嗯 要是在这里能看到你跳舞都好啊 哈哈 可以吗 可以啊 那帮我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啊 展示给我的粉丝看一下 是啊 那我就简单地跳了一下吧 你还在这儿玩吗 没有啊 我就是刚刚在那下面看到你站在那里 我就想过来给你搭个画啊 你还在这儿吗 啊 对啊 我想我去穿个衣服帮我开一下我的狗子 好 你的小帐牙交给我吧 对 现在没有太阳 很冷吧 对 刚刚有太阳晒着又热 是的 那我帮你把你的小帐牙看着 我妈你带着 你看你这小帐牙六毛流还有一手 就是走到那里就是记录一下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 就是 对啊 还是坏了 我而且也太丑了 不丑啊 这么漂亮你 我就是看到你漂亮我才给你当话的好吗 我这个真的要发到网上去啊 没关系吧 没事 发了 那太好了 那你是叫什么名字啊 没有藏名 没有汉名 你还有两个名字吗 我的那个汉名是叫庭慧 庭慧 这名字挺好听的 然后我藏名是叫 丁真拉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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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好多叫丁真的 然后就是后面两个字不一样的 嗯 一般藏名我们都是请老一辈啊 或者是喇嘛那种去求来的名字 没有那种特定的姓之类的 哦没有姓 对对 哦那跟我们的名字不一样啊 嗯嗯 你那个脸上就是我看有点红红的 那是高原红还是涂得腮红啊 我涂的 因为我以后还要去店里嘛 我们会快化一下妆 听说你们藏族这边就是 在这边找老婆的话是不要财力的是不是 对 像藏族一般都不要财力 嗯 嫁妆比较丰厚 哈哈 那像你们云南那边的藏族也是这样子吗 一样的 就是不要那些财力的 哦你们那边也不要财力 嗯 那你们这边当男的太好了吧 当男的好 真的我好羡慕你们这边的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找一个当主女朋友 那你们就是找男的有什么要求吗 嗯 就是说啊 定爱自由那种嘛 嗯 那自己看对眼啊 两个人合适就行 没有什么开对的那种 哦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是看对眼了就行了吗 嗯 嗯 那你那你站过来我看一看 嗯 这样能看对眼吗 呵呵 那你像这么年轻 你怎么不跟父母站一起 嗯 我父母的话 是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分开了 哦这样子 嗯 那你小时候是跟 我是跟我母亲 哦跟妈妈一起长大的 对对对妈妈一起 那你小时候就在元南那边生活是吧 对 那会儿是在很小的一个村子里 嗯 因为我爸爸是那边的人 嗯 然后我妈妈当时 曾经在这个乡镇上 然后嫁了我爸爸那种 我爸爸家庭才算 有没有或是很好那种 嗯 因为我妈妈就是 很喜欢我爸爸的 嗯 但是 所以我爸爸就是 比人不太行嘛 嗯 反正 我长那么大 他也没管过我 我到六岁七岁的 对他的印象都没有很多 只有就是不好的印象 感觉他没有对我好过那样 嗯 后面妈妈就跟他分开了嘛 哦就分开了 对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 嗯 在那个村子里面 因为那会儿妈妈 她们刚分开 她也没有能力把我带过去嘛 嗯 一年级我就去住校了 哦 因为我爸爸不管我 我就只能就是自己一个人 就是只能住校嘛 哦 然后住校之后 我周末都没人来接我 因为我爸爸不管我 妈妈不在嘛 嗯 一年级 第一个学期结束吧 我就拿着那种塑料袋 你知道吗 透明的那种 嗯 提了一袋干净的衣服 和一袋不干净的衣服 我就走着 因为当时放假了 我就很迷茫 我不知道谁来接我 嗯 然后我就走着走着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头发很长 然后穿着一个白色的 长款羽绒服的一个女的 她就跑过来 我就想谁呀 好漂亮呀 哈哈 结果她跑过来 就把我抱纯 然后这样一推开 一看就发现是我妈嘛 那时候跟你妈妈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见面了吗 差不多一年多吧 然后妈妈就来接我了 然后你还没有把你妈妈认出来 对 因为我妈妈当时在村子里 她很辛苦 她要去挖地 嗯 然后还要就是 干很多农活嘛 我们那边气候也不是很好 她就晒得很黑 嗯 然后她去西藏那边 然后她就 自己也打扮 然后保养 然后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变得很漂亮 然后我就没有认出来她 哦 那像你爸爸就是从小的时候 他就不管你 不管 从小就管过我 嗯 那你们现在跟爸爸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我跟他从来没有联系 他也不联系我 他也不管我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 没有我这个人存在一样 哦 那他要是知道现在有这么漂亮一个女儿的长大了 然后他肯定心里面 肯定 我估计也 我感觉她内心好多 会吗 没有什么感情 从小也没在一起长大 反而就是 就是因为我妈妈现在 后面她是把我就是带下去了嘛 因为我妈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嘛 就是我继父 嗯 我刚开始还觉得就是离异家庭 就是反正我自己心里面还是比较难接受嘛 嗯 当时就觉得说是 啊 我爸爸妈妈很开了 那我继父不是我亲生父亲之类的 嗯 就是想法比较多 嗯 但是到后面啊 我发现就是 其实我跟我继父 他后面感情特别好 我继父特别喜欢我 嗯 然后我继父也对我特别好 我对他的感情 就是超过了我自己亲生父亲 然后后面我也就是愿意 就改口叫我继父叫爸爸嘛 哦 哦这样子 不过现在这样的离异家庭确实也很多 嗯 我觉得很正常 对现在确实 以前我会觉得就是 自己心里面很不舒服 小时候啊 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正常 而且我觉得我继父对我妈妈好就行 对我好就行 嗯 我们也是一家人 我很小的时候 我知道我爸妈妈有一天是肯定会离开 就是会分开的 为什么 我有那种做好准备 因为我父亲对我母亲特别不好 就是说男天年 我就很希望他们分开 就我不想让妈妈再受苦了 哦你想希望他们分开 对 因为我觉得他离开了我爸爸我妈妈 嗯 这个人才会好 那现在的这样的话就是 你会恨恨你爸爸妈妈 以前挺恨的吧 啊 只恨 但是感觉到现在就是 可能我已经就是 对他没有感情了 嗯 因为他对我真的就是 从来没有经历一个多父亲的责任 就连就是 可能普通朋友 或者是连个叔叔一役 给我的那种关心都没有 所以刚开始这恨 因为我觉得我的爸爸为什么 不要我不管我那种 嗯 现在我就觉得 哎呀无所谓了 就说来 我已经没把他当作我爸爸那种了 嗯 想不到你还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当然我 你现在也挺好的 我肌肤对我妈妈也挺好的 对我也挺好的 那妹妹那你以后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 反正我就是不希望找到像我就是自己亲生父亲那样的 反正就是对自己好 对父母亲好嘛 嗯 然后有担当有责任的那种就可以了 那希望你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 好的 谢谢 那现在下雪了 下雪了 赶紧下去了 不然我们走吧 下雪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的 我叫大飞 他们 大飞 他们都叫我大飞 高高的青山上 悬草花开放 再一朵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把它撇在你的发上 捧在我心上 陪着你 长大了 在看你做新鸟